当机械和符合要求的工友都被齐了,就是讲拆楼工序的时候了。 不如就先讲讲用压锤拆楼的方法吧。 首先要检查好所有的钢丝绳, 塞骨,以及其他起重用具是否符合标准。 然后再用起重机,把符合图纸上面注明重量的压锤吊上顶楼。 在拆卸期间,要记住在任何时候,压锤的位置下面都要有支撑,千万不能把支撑拆走。 同时还要记住,压锤不能移近离建筑物边缘两米,或者离楼板开口过一米的范围内, 而且不能在任何悬壁式构件上移动。 并且还要用红白袋,油漆,或者其他适当的方法, 规定住压锤可以活动的范围。 还有啊,所有拆卸过程中,要不断地向工作位置洒水, 以避免尘埃四处飞扬而影响了周围的环境。 至于拆卸次序呢,应该由顶楼拆起。 先要围绕地盘的外墙,加装临时挡板,以防止碎石跌落。 然后就可以用手工拆去非结构的建墙,假天花和门窗杂物等等。 如果整栋楼的外墙是非受理砖墙的话呢,就要用手工工具先拆除。 工友可以用大锤从外置内将非受理砖墙拆走。 然后再将悬壁式构件拆走。 在拆的过程中,绝对不可以将临时支撑物拆走。 总之记住,要从外向内拆,先拆楼板,后拆凉。 在拆地面楼板的时候呢,要记住,压锤下面的支撑一定不可以拆走。 然后用压锤将地面楼板的中间打开裂口。 再向四面深沿至不凝土的凉边,直到全部打碎为止。 剩下的钢筋呢,再用气焊把它切断。 拆混凝土内量的方法,就是用逐步打碎混凝土的方法来拆。 而拆内柱呢,就在柱角离地大约500毫米的位置,用压锤打开缺口。 再用气焊将外面的钢筋切断,然后用压锤将它推倒,再将它打碎。 之后,再按照批准图纸定量的位置,做上铁鞋面或者泥鞋面。 将压锤机运到下一层。 到最后呢,就轮到拆混凝土外墙了。 当拆外墙连框架的时候呢,记住要用钢缆拉紧。 首先将外墙按照图纸要求分仓。 通常按两条柱为一仓的间距来分。 从楼与角柱边的外墙,由上至下,打开一条垂直缺口。 再相隔两条柱,再打一个缺口,形成一个龙门架的形状。 然后把它与其他墙身和柱分离。 在这个时候,可以用压锤抓住顶部,以防止向外倾斜,以免发生危险。 然后呢,就用压锤在柱角离地面大约500mm的位置打开缺口,露出钢筋。 工友就可以用气焊将外墙边的钢筋切断了。 说的没错啊。 不过在切的时候,要记得留意方法。 只可以切断外面的钢筋。 因为这样,墙身在倾倒的时候,里面的钢筋仍然可以拉住外墙啊。 而当所有外面的钢筋都切断之后呢, 就可以用压锤将墙身和支柱向楼内拉倒,最后再把它打碎。 至于这些泥土呢,就要从工作楼层经过废料槽传到地面。 记住要在工作楼层面和槽口洒水,以防止泥尘到处散播。 而废铁料就要调到地面。 而且在任何时候,泥土和废料临时存放的高度, 都不可以超过土纸上批准的要求限制,那才行啊。 而地面的泥土呢,就要定期从工地倾走,尽量保护环境。 废料最好可以循环载用。 同时呢,还要记录下每辆运泥车的装带负荷,车牌,司机名字,以及泥尾纸,来防止非法倾倒泥土等等。 就是啊,另外棚架和桥板一定要定期地进行保养。 桥板上堆积的泥石一定要清理干净。 棚架的拆除工作,应该要和楼层拆卸工程的进展配合一致。 并确保无支撑部分的高度超过离开最近的安卡高度2米。